那在这种呼冷呼热天气呢,最容易生病,而发烧呢,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,但是要有一种发烧呢,既不打喷嚏,又不流鼻涕,还不怕冷,那就是干烧。 那这种干烧应该怎么解决呢?通常呀,好多人呢,都选择通过吃药,输液等方式,使发热的症状能够得到缓解。 但其实呀,最好的药呢,就在家里的厨房,有一种食疗的方法呢,让良药不苦口,就是能够快速解决问题。 黄豆退烧法,就是黄豆冰糖饮,我们呢,取黄豆50克,冰糖4块,水1000毫升,取黄豆和冰糖加1000毫升的水,先浸泡30分钟以上,再煎煮30分钟,将汤滤出,分两次服下。 一般说来呢,喝4个小时之后啊,高热即可退去,注意要糖尿病患者试用。 中医认为呢,腐蚀黄豆啊,可令人长肌肤,益颜色,甜精髓,增力气,补虚开胃,是适宜虚弱者使用的补益食品。 那具有益气养血,当然呀,持续高烧不退时呢,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应用药物治疗,防止出现高烧经绝的症状。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